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的一些学习的智慧 那么然后我们就期中考 接下来下半学期 就是谈谈金屯碰到人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想象各位 如果有一天你进化 也许我们地球都 陆地上都破坏光了 我们要不然就去月球 要不然就慢慢的进化到海里 我们要到海里生活 要住在那里 前面我想杨老师也介绍了 很多的这种适应 生理上的适应 海底的状况 但各位也许知道 就说在海底里面 你刚刚游泳下去 还看得见 其实算一点模糊 然后你一直潜水 一直下去 就越来越暗 那这时候 这时候 你会想象说 在海底里面 黑黑的漆漆的一片 你要怎么样了解 附近有些什么生物 有些什么样的地形 那最容易凭借的一个方式 一个我们说 communication channel 一种方式 一种频道 也就是听觉 所以说鸡屯的听觉 比我们敏感非常多 因为他们必须要靠这个来 来沟通 来找食物 来找亲人 所以曾经有一部电影 叫做 The Death Will The Dead Will 听得懂吗 我们今天我们人类 如果有听你聋了 活得下去吗 我们人火 人聋了没问题 对不对 我记得我曾经参加国际的研讨会 非常感动 前面一个演讲者在前面 他旁边又做了一位 手在那边比来比去 所以就是给听障的 现在我们像国家考试 也有听障的特别考试 也会安排这种 用手语的 用电脑的 所以你虽然聋了 在我们人类 活在这个世界上 还是没有问题 用另外一种沟通的方式 但是如果一个鸡屯 你想像一只聋了的鸡屯 就差不多怎么样 等于就完了 他在海里面 在野外 就没有办法活下去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事情 是非常非常重要 事关鸡屯的生死 所以第一章的slide 是很有名的 Dr. Whitehead白头教授 他在这个研究 研究这个Spring whale 在全球在追Spring whale的时候 他的感受 他写了一段文字 就是他们要怎么样 在你感受到这个鸡屯很温和的时候 你不要随便就跳下水 要感受到他很温和 对他有信心的时候 然后你再跳下水去观察他 但我们有一部影片 有介绍白头教授 所以你就想像当抹香精 他的声音是非常非常有震撼力 有能量的 当他经过他们的时候 游向他们一堆的咔哒声 就透过他的身体 那各位就要去想象一下 如果不知道 就可能要到海底去 去追逐抹香精 当然如果有一天 我们这个科技发达 要做一个特别的博物馆 我在想 如果有一个模拟这个声音 让你走过去 好像抹香精在你身边 咔哒咔哒打过你声音 那一定很震撼 那么也就是说 在视觉 我们的视觉是深海 是不是很好用的 因为随着水越来越深 越来越暗 你的眼睛是不适用的 所以他主要在海底里面 是靠听觉 当然很多的精臀 他眼睛还是很大的 瞳孔黑黑的 还可以调一下 他的瞳孔的大小 因为他还是要浮出水面来呼吸 所以他的视觉 还是不错的 只是在深海里面 他是没有办法靠这个视觉 好那讲到声音 有一个特色 这件事蛮有趣的 就是说这个是水声 跟纵轴是水声 在水声大概1000公尺附近的地方 这边的声音 会有一个分界线 当声音要传导的时候 随着从1000公尺以上 随着水温越来越高的时候 他就会速度越来越快 对不起又跑掉了 我是按下面 这个随着水温越来越高 他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 所以就好像一排纵列 这个军人 或者是要游行的时候 如果排着一排 最外面的走得比较快 慢慢的就这样就转弯 这样关过来了 那么在1000公尺以下呢 是越来越冷的地方走得越快 所以你看到声音在这边就成一个 好像V字形 两排纵列这样子走 两边走得越来越快 就像这个图 越来越快以后到一个地方就交叉 交叉以后再往上走再往下走 所以这个声音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 这样子一直传 越传越远 所以有一个说在水下在1000公尺左右呢 就会有一个声音的隧道 声音会这样一直收敛在这个位置 所以就是潜水艇也很喜欢利用那个地方 好 那么这边有一只Fingwell 是什么叫Fingwell啊 全世界第二大的金云是什么 我考完就忘了 长须金 长须金 Fingwell 然后它这边发一个声音 如果它降到1000公尺左右 那个地方的水声 在这边声音就一直传一传 它不会消解 一直过去一直过去 所以从西班牙这是大西洋 西班牙到美国东岸 大概5000公里都可以听到 所以你说你看它好像很孤独 就一直在那边游好可怜 事实上它说不定 它的联络范围是很远的 还不用像人类借很多的高科技来联络 好 那么金云屯的声音它的沟通 运作当包括几个 运作的机制包括几个部分 第一个它要发声音 声音怎么发的 第二它要怎么接收 第三个它脑袋里面对这些声音 它怎么诠释 那我们看看发声上次好像有介绍过 那我们先看接收好了 接收呢 一般我们哺乳动物是用耳朵对不对 那耳朵在哪里 鸡腿有没有耳朵 大家仔细看这边眼睛后面有个小小的洞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它的耳朵 它只是没有外耳壳 因为要减少阻力 减少阻力 这是它耳动 然后它要发声音呢 通常是在它喉部 就是嘴巴 嘴巴喉部跟气孔这附近的 喉部的气囊 在气孔到下来这边有些气囊 从肺部的声音这样打出去 那么这些气囊都可以让它做一些震动 然后就可以发这个声音 那在大型的虚晶这边强调一下 大型的虚晶是没有鹅龙的 以前我们早期有介绍 就是海豚呢 它的头前面这样凸起来 是一个有一个鹅龙 里面有一块油 很特别的油 我们英文叫melan 就翻成鹅龙melan 那么它主折是回声定位的时候 有一些时候可以聚焦它的声音 这是一般齿晶类 都有这个蛮发达 但是大型的虚晶呢 比较不发达 所以有人认为说 它的回声定位可能比较弱 或者甚至没有 好那这是海豚 就是这个地方 这有个melan 它在它的这个blow hole 喷气孔附近下面呢 有一些气囊在这里 喉部呢就在这个地方 声音气管从下面上来 从这边打出去 聚焦 然后出去 折射回来呢 折射回来是收音的地方 除了我们刚刚讲 传统的耳朵 那耳朵当然是在空气里面比较好用 可在水里的时候呢 这时候是声音经过海水震动震动 是直接从它的下巴 我们看一下 下巴 它下巴呢 这里面的骨头呢 很像那个弄茶叶的勺子一样 前面是 前面这一半 前面是实心的 后面这里都是空心的 这里面都是 都是脂肪组织 就是油的意思 油这个脂肪组织呢 就会有一点弹性软软的 所以书上是说 它的振动频率呢 跟海水是很接近的 所以海水一样打进来 就直接可以传导传导传导 经过它的下额 然后从这边进入它的中额 它的听窗 Tempanopi periodic bone 就是它的听觉的 听鼓的这个地方 从这里进去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 知道它的怎么去发 怎么去接收 然后这声音也有些特色 它有不同的频率 那不知道各位 你有去医院量过你的听力吗 你可以听力到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这是200Hz 听得懂 1K就是1000Hz 10K就是10千 就是1万Hz 那我们来放一下那个声音 大家来试试看 好 这一个声音是最经典的 大家应该也许都有听过 是谁的 大赤金 有些人常看电视就知道 有些人不看电视 这是最经典的大赤金的声音 像个牛叫 好不好听 不怎么样 但是你要研究它的人就觉得 也许他就想象跟拉大提琴 可能是不是像 这个比较低频的 好 接下来我们听到声音 Blue Whale 蓝金 看它怎么样 对不起 我刚刚是要考验 先考验各位的听觉 就一下先跳到的 金鱼的声音了 我们回头看看 听觉 这个 我来看看各位 第一个是 15K 好 1K 好 先看看 500Hz 没问题 都听到了吧 第二个 500 OK 接下来1K 接下来5K 注意一下 有没有人听 没听到的 没有 没有 好 接下来10K 没有 好 接下来10K 好 接下来10K 没有 好 接下来10K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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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同学 没听到的举手 只有我一个人啊 当然我比你们老太多了 我年轻的时候也听得到 所以各位呢 平常这个耳机啊 听音乐也不要常常带着 听说会有损您 对这个声音的敏感 可以看到 这是不同的音频 我再问一次 刚刚老师没听到是几K 15 15 那一般人类 大概最高听到多少 20 20 很好记 20 加一个K字 最低是20 最高是20K 所以各位有兴趣 你可以去试试看 你到底能不能听到20K啊 15 我已经投降了 下面换你们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既然放了 就来看看海豚的声音 接下来问一个问题 金豚我们多样性很大 有个子很大的 有个子很小的 请问 个子大的跟个子小的声音 谁的频率比较高 个子小的 那请问声音 低频的跟高频的 哪一种声音 穿透性比较强 能量比较强 传得比较远 低频的 低频的声音能量比较大 传得比较远 高频的声音能量比较小 传得比较近 OK 所以你就可以想见 当我们研究 像海豚的声音的时候 放个麦克风 很多人说 你就放个麦克风 都可以录啊 可是海豚如果没有游得很近 比较远 你还是抓不到 但如果你研究 大型的金云 放一只麦克风 它的声音可以传得很远 那你就比较容易detect 就是比较侦测到它 那还有你的麦克风 买的时候呢 它的敏感的range 有些是低频的 有些是高频的 你这越奇怪的声音 越低的越高的 超高超低的 都很贵的 都是非常贵 一个都好几十万 剩上百万 好 那刚刚我们听到大赤金 是最经典的 记得大赤金 我个人觉得很像牛叫 一听到像牛叫 一直连续的 好像唱歌一样 那么就是大赤金 蓝金 更声音低一点 那陆吉金 OK 那接下来小虚金 你讲一下 小虚金 接下来是小虚金 这么短 小虚金 好 我们现在进入尺金好了 摩香金很重要 感觉像什么 再听一次 摩香金的 再仔细听一下 像不像摩斯密码 好 记得摩香金的声音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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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造指海豚的声音比较低 我们看看真海豚 这里面混了两种声音 那个像电弧刀一样的 那个就是 好像走走电 电走火一样 那个就是 click 声音 echolocation 但有像哨叫的就是 whistle OK 接下来我们看看屏皮海豚的 好 刚刚的挥手非常正点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 在这里 这应该是混的 不过这边应该是 click 比较多 click 好 大家刚刚很快的浏览一遍 各个鸡豚的声音 各位有兴趣呢 其实网路上应该都有 可以去找一找 看看你特别喜欢哪一个鸡豚 看看有没有那个种类的声音 好 接下来我们回到头影片 所以 好 现在各位知道你的听力在哪里 人类差不多20到20 好 声音有了 也知道它的特色高频低频 但它到了你的脑袋里面呢 你的脑袋里面怎么去诠释这些声音 我们不是海豚也很难知道 但是我们就形容说大概有点像这样 这是一个胚胎在这边 这是妈妈的肚子 子宫就可能像超音波去扫的时候 声音呢它会打过来 反射到不同的一个形状 然后再拼凑出这个世界 那我们看到这是一只海豚的嘴巴 当它到如果你有机会去看到海洋世界 你常常给它一个新的玩具 它看到很好奇 它会靠近 然后它常常会把它的嘴巴附近 靠在那上面 就它可能就在打这个 Ecologation 就是click的声音 去了解这个东西的外形 这什么东西 好像小孩子看那个玩具就喜欢摸啊玩 甚至更小还拿嘴巴咬一咬 然后海豚它就会去用声音去了解 不仅它的外形 它的材质 甚至这里面有空心的有没有东西 它都知道 所以人家说曾经做过实验 用一个海豚过来 碰到一个女的 它有怀孕肚子有没有小孩 或没小孩 那海豚都可以辨认得出来 好 那么海豚这个金屯的声音 它的功能有几大功能 沟通 怎么样跟它的同伴 同种 或不同种 甚至跟这个世界沟通 导航 那当然知道打的时候有撞到壁的时候 他知道这边有一个山 这边有个谷 他都知道 那当然繁殖的时候要唱歌 要吸引他的同伴 或者觅食 用这个click 我刚刚讲抹香精的 大大声除了沟通之外 它能量很强 可以把这个鱿鱼 或者他爱吃的这样震的发晕 就可以抓到了 好 那讲到沟通 第一个 它有身份的辨识 这很特别 就是每一只海豚 像一般的海豚 他如果发一个声音 他可以听 好像听这个人 他虽然讲台湾话 这个台南枪 这个金门枪 这是宜兰来的 他会表现他的家乡的位置 他是男生女生 他的身份 是高的男的 男的女的地位比较高 或他的情绪 所以说曾经有个Dr. Morton 就说 有一个communication principles 也就是说一个声音 他是善意的或敌意的 他的声音最简单的辨认 就是用频率 请问各位 你认为频率高的跟低的 哪一个是比较善意的 低的吗 各位同学 你回去想想看 你有女朋友的 女朋友跟你撒娇的时候 声音是低的高的 还有回去 像我老人家我就知道 今天我女儿个人找我 声音特别的 频率高的时候我就知道 有所求要跟我要钱了 对不对 各位就跟爸爸妈妈要钱的时候 是不是撒娇声音就比较高 像你家的如果有养狗的话 那狗看到敌人来很生气 声音就很低 他跟主人会不会用这个声音 不会 看到主人跟你撒娇的时候 声音就这样滴滴的 还高 不对讲错了 是高高的 很轻柔 声音频率比较高 所以说你这个动物的声音 他的频率就可以表达 他跟你的关系 他的情绪 OK 用心的话都很容易了解 好 这是一支大赤鸡 刚刚我们已经听到第一个 像牛叫的就是大赤鸡 但大赤鸡通常都是雄性 雄性会唱歌 会唱歌 歌这件事不是开玩笑的 很多的兽类呢 他发声音叫做call 叫叫声 不是歌 当你说他有歌的时候 song 就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 表示他会重复的 有意义的 会有架构组成的 一连串的声音 这个叫做歌曲 关于歌曲就定义的很多 那么通常呢 雄性呢他会在海底里面 倒栽葱这个样子 就开始发心唱歌 去吸引他的这个同伴 那研究最有名的Roger Penn 我也是非常佩服他 他本身就喜欢拉大提琴 大提琴 然后就到了这个海边 你看晚上用这个录音机 戴着耳机呢 一听听一个晚上 就听刚刚各位听到的声音 你听了才几秒钟 觉得很有趣 听个十分钟也很有趣 当你要听十几个小时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的感觉是如何 这个大赤鸡呢他唱歌 他的声音大概40到5k 40到5k 那么他歌曲有结构的 经过分析 这个我也我就形容他 好像我们的这个乐谱一样 叫做ミソミソドレミ 这样想像就好 这每一个叫做一个Note N-O-T-E 都有很多 这边就形成一个好几个Note 他一个Note就是一个Unit 结合起来就叫一个Subphrase 然后再组成叫做Phrase Phrase的过去就有一个主题 Sing1 Sing1 1 2 3 4 5 6 OK 这个Sing就比较长 整个一个主题曲呢 是大概2分钟 下面就越来越短 1秒 7秒 15秒 2分钟 然后这不同的主题曲 组合起来就叫做一个组曲 Song Song在上面 Song section就是组曲 所以你看蛮有趣的 这个就是大赤鸡 他的声音 当第一个人发表说 大赤鸡的声音Roger Penn 说他有结构 有这个 甚至他说的一个Personality 当他很年轻的时候 被全世界当时最有名的这些 有名的大教授 嗤之以鼻 说这年轻人胡说八道 经过了几十年之后 后来大家真的同意了 证明了 这个大赤鸡呢 每一支有他的特色 他甚至有他的个性 好 那么歌曲呢 这就刚刚讲的这些单元 就有定义 有兴趣的同学呢 就知道这些名词就好了 重点是 他发一个声音 在海底里面 可以传到三十公里 能想象吗 三十公里 从这里大概可以开车 开到哪里 快到桃 有没有到桃园 没有到桃园 也有到五谷 从这里 他就不需要什么 不需要call 靠电话 不需要call phone 就可以传到三十公里 一天还可以呢 他每次唱完之后 就休息一下下 我们看间段 组曲唱完 中间休息不到一分钟 还继续唱 一直唱 我曾经说过 他一边唱歌可不可以吃饭 记不记得这件事 像我们唱歌能吃饭吗 不行 那我一天下来不饿死了 他一边唱歌一边讲话 可以吃饭的 因为他的食道跟他的气管 是完全可以分开 OK 所以说他一天要唱 22小时可以唱 一直唱 就一直找他的太太 一直叫一直叫 我在这里 我很雄伟 不知道他唱内容什么 可能他来追女朋友 好 那么就雄性的求偶展示 就是当他要求偶的时候 唱歌是很重要的 所有动物都会 鸟类 鸟类很会唱 这个兽类也会叫 人类更会唱 所以那个住在山上的 你看那些山歌唱得很棒 OK 然后更有趣的是 每一支呢 他的声音发的时候 都可以呈现他个体的特色 就像我们听了电话 知道这个是谁 他有个体的特色 而且还有群体的 知道你这是哪一群来的 就是住在台南来的 住在宜兰来的 住在金门来的 最后一个更可怕 流行 流行曲 我有时候听一些老歌 老师年轻的时候 像你们这年龄 听那一歌都感动得不得了 现在听都好像很老 在听你们年轻的 听我女儿的 她才喜欢一个什么明星 我才好不容易 好像听懂了一点 隔几个礼拜 隔几个月后 要换一个了 叫流行 那么流行就是会变的 会变的 所以科学家就一直追踪 一直录音录音 发现八年之后 大赤金的声音可以 整个歌曲都变掉 每一年都回来录分析 发现变一节 变一节 到八年这整个都变掉 所以就这里是不是影射出 不要小看 大赤金 它也有方言 就是住在美意区的 海域的 它有它的族群的一个特色 所以就是有他们自己 独特的方言 当你又请到方言的时候 就说虽然它们是同一种 但是就可能牵涉到 文化演化 Cultural Evolution 我们常常讲这个演化演化 讲生物学最重要的就是基因 这个不适应的就淘汰 适应的就留下来 那就像现在Virus一样 还会一直突变 这个有寄生到寄主身上的 有在一直复制的就下来 没有的就殒灭掉了 可是讲到文化的Evolution 就另外一种是行为的 行为的一种传递 这个很特别的 就不是一般靠基因的 好 那这边我们看看抹香精 刚才有特别讲 抹香精头特别的大 占身体三分之一 这整块都是油 就是melan 当它发声音的时候 在前边鼻子在这附近 前面 声音呢 这样砰打出去的时候 会往后面 前面都会走 往后面 传到这里很大的一个 头盖 这个骨头在这边 好像碰到山臂一样 啵 再折射回来 所以书上也说 可能有放大的效果 这个我就不是很懂 不过就是 你就想说声音上打过来 再打出去 所以整个出去 它的能量是很大的 然后科学家就给它一个 专有的名词叫做Coda Coda 你查字典大概很难查得到 这个字就只有用在抹香精的声音 我们叫Coda 它的像是个神秘电码 刚刚听到了 很像摩斯电码一样 那么这个就是抹香精的 是click的声音 它可以去觅食 声音很有能量 也可以觅食 把这个鱼证昏 也可以社交 当它要社交沟通的时候 就把这click像Coda一样 改成了密码 不同的密码的组合 科学家研究有二三型 我们当然不用记了 比如说 它有一些几个unit的核在下 Hello 好像就叫你 就Hello 这样叫它 那还有两支也可以二重奏 还有不同的海域 也有不同的方式 所以看起来抹香精 它也是有这个抹方言的传承 一般的海豚的声音 主要分成两大类 大家知道两大类就可以 一大类是宽屏的 一大类窄屏的 什么意思呢 宽屏的叫clicks 就我们常讲的窄屏的 我们就叫灰色 这种哨叫声 好 来我们看看宽屏的 这里是一个声音的音谱图 横轴是时间 0.2秒 0.4秒 0.6秒 纵轴是频率 这里是10kHz OK 然后颜色是表示它的能量 这个脸色越亮的呢 就能量越高 也就是它的声音呢 主要是发生在这个时间 这个频率 就比较低频的位置 所以你看起来 它当它发一个声音的时候 它的频是从低频到高频 都有能量震动上去 所以叫做宽频 另外一种声音 像鸟叫这种声音 是一个连续性的 连续性的 在某一个主要能量的地方 是这样连续像鸟叫一样的声音 这上面的好像和弦的声音 主要是要看这一个 所以就是不一样 这窄屏的 叫做 Histle impulsed 或者要tonal 或者叫impulsive 这就是英文的一些字 非常抽象 好 像看到这个 这个就是一只频比海豚 它如果这是声音 这是时间 对不起 横轴时间 纵轴是频率 那我们来看看 看看它的这个发声 就一直这样 往上扬 咻上去 咻这样上去 就很像一个Histle 然后这个叫签名哨音 大家注意一下 有一个字叫signature whistle signature whistle 就是每一只海豚 有它很特别的声音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就像我叫周莲香 只是我看到各位 我不会说 小A 这个什么 孟臣这样叫 而是我看到你 周莲香 周莲香 我出去一直叫这个声音 叫我 念我自己的名字 所以各位知道 动物件 它除了海豚 还有另外一种鸟 也就是说 会有签名的哨声 就我有一个很特别的声音出去 我叫周莲香 周莲香 我就到处游 所以每人看到我就知道 我妈妈听到我在叫 周莲香 周莲香就趕快再过来救我 找我 这样懂吗 OK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 好 signature whistle 识别哨声 你可以这样翻 就第一个个体 当然就认得它 那么它的功能是 isolation call 就是一般的小宝宝 它当它被隔离了 隔离了孤主 我不知道迷路了在哪里 我很害怕 我就会叫我家的人 那么就有点像动物 都会有一个isolation call 那么它的家族 当然它的特色 个体专属 它一辈子都不会变 那么终生不变 所以有些人追踪的海豚 一般都追了一二十年而已 所以除了人以外 海豚就是会用名字来辨识的 好最后一张 介绍 大家看看这张图很复杂 所以下面这张图很重要 给大家参考值 人类声音 听得到的声音是 二十到二十k 好 那就差不多在这里 二十到二十k 这个是对数 注意看 这是十 这是一百 这是一千 所以二十是在这个位置 到这里 好 上面是各种金屯 我们看一下 首先 红色跟蓝色什么意思啊 红色是哨声 挥手 蓝色是click 好 各位注意看看 一般蓝色比红色怎么样 频率高 一般click的声音都可以 它的range宽 可以这个达到比较高 好 接下来 上面是大型的 然后中间是中小型的 下面是鼠海豚的 还记得鼠海豚长什么样子吗 鼠海豚长得那样子很可爱 个子怎么样 小小的 唯一跟老师身材差不多的 鼠海豚类 所以你看它的声音频率呢 它的哨声频率基本上都比较高 这边出现就比较重要主要的位置 那像这个now whale就一角巾 就比较低从低到高 OK 那这个大型的虚晶类你看blue whale 最巨大声音最低频 低到我们人类都快听不到了 所以你要听它的声音就要改变频率 给它转转转 当你把那个频率就是录音带这样转 把它转快的时候呢 我曾经有个朋友很喜欢玩这 当几十年前 他就给我一个录音带 那时候我们还是录音带 我一听 哇好好听像鸟叫 结果不是 是blue whale的声音 你听blue whale刚很慢 好像很难听 比牛叫还难听的声音 但你当你速度转快的时候 跟鸟叫一样 blue whale right whale 所以这张图就有几个重要的事情 大家就说 click比这个挥手频率会更高 然后小型的鸟臀类比大型的 它的频率也会升高 所以看得清楚 好 接下来有没有什么问题 DOOM DOOM 那个声音就是打桩 他们早有紧的时候 所以这个对 BOOM BOOM 好 对于鸟臀的这种声音的传导 它的沟通是一个很大的干扰 好 最后一小段介绍 它叫槐头教授 在追踪抹香精 刚刚那一位头发碰碰的就是 Whitehead很有名的教授 全世界在追抹香精 了解它的声音 好 这位槐头教授呢 刚刚前面一点点是谈 也有谈贫比海豚 那它全家一辈子 几乎都在海上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这就是抹香精 它最有名的就是研究抹香精 全世界它的族群在哪里 它的声音 它的太太 它的女儿 全部都在船上 到全世界航行去追踪它们 那么第一堂 我们上的就到这儿 我可以看到这儿 我可以看到这儿 在这儿 我们下期间 我的天啊 我可以带你 你试试 我一定会有什么 我的天啊 你试试 我还可以带你 我可以带你 你那我带你 你不来 我可以带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